天哪 救命啊 出人命啊 你搬转小伙 竟然单手拉住了 树吞中的缆车 你没事呢 楚哥 你刚才 把树吞中的缆车接住了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以后有名时光啊 龙战鱼影 齐穴玄黄 楚无双 我的师尊 我终于找到你了 哇 好漂亮的女人啊 他们是玩cosplay的吗 怎么会出现在宫殿 五年了 还是被找到了 师尊 你想去哪里 快跟我回去结婚 我已经结过婚了 你走吧 我们家大小姐找了你五年 你就这种态度 我告诉你 今天这婚礼节也得结 不节 也得结 你说了 师尊 我虽失忆 但却还记得我的武功是你教我的 更记得我早已经是你的人了 而你却躲了我五年 甚至娶了别人 我已退银江湖 你回去吧 厨双 你怎么能这么过分 九五年 我家大小姐对你百番寻找 拒绝了无助人的追求 更受人闲话 受尽委屈 今天你若仍然无形 我便把你换回去 你家小姐都不敢如此口出狂言 厨双 我们先来打个赌 如果我能打败你 你就乖乖和我们家大小姐回去结婚 别冲动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 你想找死 你想找死 师尊 今天你若不娶我 我是不会轻易离开的 你不要娶什么 他轮不过你不来过子 今天我一定要想 打他就想 师尊 要靠 石头在教 石头在教 你还是当年的情 阿淼一 我知道你对我的情 但我老婆五年前借我姓名 我不能死她 更何况 若你我真是师徒 又怎能成婚 你走吧 我是不会娶你的 师尊 你为何对我如此无情 五年前 你我因大夏至宝神皇义 双双失忆 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恢复起 这说明 我们并无缘分 你又何必之中 大小姐 我们该怎么办 我总感觉五年前 师尊被救这件事有蹊跷 三日后 五年一度的神皇印便要出世 你是要找回神皇印 弄清五年前与师尊发生的故事 恢复记忆 为什么 我在面对了妙仪的时候 心乱了 师尊 你为何对我如此无情 我和他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我为什么想得起来 武双将军 属下朱雀参见将军 平身 您让我们暗中寻找的神皇印 有消息了 明晚 他会在神皇行宫出世 五年前 我因为神皇印重伤计 幸好被清雪所教 我便娶了清雪 武双将军 在我看来 方清雪这个女人 出身卑微 却贪默虚荣 根本配不上你 甚至 我甚至觉得 五年前救你性命的人 不是他 不是他 那你觉得是谁 安妙依 安妙依 师尊 这怎么可能 神皇印乃质阳法器 背心心伤 必须要有 极因肢体双胸中和 而据我们调查 安妙依正是极因肢体 方清雪虽已失身 却只是个普通人 如何能够 不要再说了 你走吧 武师尊 今晚神皇印就会出世 我一定要得到他 找回我们五年前 流失的记忆 大小姐 你还没吃饭呢 需要我给你买 您最爱的水果蛋糕吗 今天不吃了 准备准备 今晚就出发 去神皇行宫 只有一个时辰 等我把这水果蛋糕 送给老婆 就去金取神皇印 把这个钱了 离婚协议书 老婆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记得你五年前 最爱吃这水果蛋糕 我这么意外 这什么蛋糕 把这个签了 你就可以走了 你要和我离婚 那你五年前 为什么要嫁给我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五年前我怀孕 孩子 是冯少 但那时我不能耽误 冯少的事业 只能被活 嫁给你这个门铃钩 而如今 冯少回来了 甚至今晚就有机会 得到传说中的 神皇印的恩资 一飞冲天 我们终于不必 再偷偷摸摸 所以 我们必须离婚 冯少 他是谁 你就是五年前 那个绿毛龟啊 方清雪 是我的女人 实相的 乖乖地签了离婚协议 很精华 如果你是我家 你算什么东西 你 自我介绍一下 我 郑城总督冯家大少 大厦镇国将军 安妙依麾下的副将 冯耀 安妙依 他是镇国将军 普遍 五年前 妙依将军横空出世 多次替大厦 抵挡外敌 终于在昨天 被分为大厦镇国将军 今日 他更要在神皇行宫 轻取神皇印 以一人之力 成就外人之上 而我 也将会借此机会 鸡犬升天 怪不得如此嚣张 你就是因为这个 和我离婚 是又怎么样 别说我和冯少 五年前就是一对 即使不是 冯少乃妙依将军的副将 他要娶我 我怎会选你 那你五年前 为什么要救我 真是个蠢货 清雪说什么 你就信什么 五年前清雪 根本就没救过你 他是在树林里 发现的你 当时的你一丝不挂 就像一只 脱了壳的王八 当然了 你现在也是 只被绿的乌龟 我劝你乖乖的 把离归协议签了 不然 我有的是什么 狗男女 没以为我终于 能遇两眼车霜 无双 楚无双 你的名字 很匹配你的命运 可惜 不匹配你的实力 好 今晚 你就会知道 我的实力 能否匹配这个名字 方小姐 拼我五年之事 我楚无双记下了 一会儿在神皇行光 我会一并心酸心肿 好了 他也只敢过过嘴瘾了 神皇行宫也是他能进去的 我们走吧 清雪 看到了吗 那个 就是神皇印 能妙依将军得到神皇印 我就能一飞冲天 再也不用 和你在暗中 偷偷摸摸了 我听说妙依将军 五年前因为神皇印失忆 若能得到神皇印 不但能恢复记忆 甚至可以拥有神皇印的力量 成为传说中的至孙神皇 死人是谁 怎么穿着一身宫地服就来了 神皇行宫不守森严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楚无双 你为了和我复婚 竟敢擅闯神皇行宫 你们这种卑鄙小人都敢进 我楚无双为何不敢进 我们敢进 是受妙依将军的庇护 想你们这些凡夫俗 等神皇印启动 必将会飞破散 不错 神皇印含有玄黄龙气 一旦启动 这无护身之法 你必是死路一条 大胆 竟敢对无双将军不敬 无双将军 你一个农民工 竟敢自称将军 楚无双 这是你能发疯的地方吗 还敢自称为将军 真是找死 我知道 你和我离婚之后 一直心怀不满 想要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那你的方式 也太容易了吧 五年前救我的人 不是你 若不是那时我失去记忆 岂会娶你为妻 你骗我五年 等我今日得到神皇印 恢复记忆 定要心算于你 你骗我五年 等我今日得到神皇印 恢复记忆 定要心算于你 站住 楚说 你我既已离婚 就不要不知好歹 我虽然骗了你五年 但也没少你的失穿 这神皇印 乃是妙依将军 势在必得之物 容不得你 我突然指 没事 神皇印 我就留你一条心 没事 让他留下 让他睁大眼睛 看清楚 我们之间的差距 各位 今晚妙依将军 就会到来 得到神皇印 恢复记忆 甚至登基 成为新神皇 他曾告诉我 迈入这台阶几级 届时就能受风 成为几星大将 而我风要 作为妙依将军的副将 得寿战功令 今日就能一步登天 成为将军 你们看到没有 我能迈入四级台阶 就证明我有资格成为四星战将 四星战将 居然能登上四级台阶 看来妙依将军 很看好风照啊 那是 如商 看到了吗 等会儿妙依将军 得到神皇印 恢复记忆 成为至孙神皇 我便能成为四星战将 而你 永远只是一个农民工 我也失去了记忆 需要拿去神皇印 而妙依只怕 你机会了 你 开始吧 开始吧 是 楚双 你想干什么 姓妄想和妙依将军 争夺神皇印 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也能上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凭什么 楚双的人能靠近神皇印 凭什么 不可能 是不可能 我姬 我岂不是我岂不是我岂不是 我岂 好厉害啊 请将军登基拿印 恢复记忆 找回救命安人 请将军登基拿印 恢复记忆 找回救命安人 恭迎神皇 楚双 你到底是什么人 方清雪 放弃我 是你此生最大的遗憾 本来今日这场宴会 你将成为最为耀眼的主角 是你 却将机会拱手推开 方清雪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舍弃他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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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言无状 短见博实 你们根本无法估量 黄的地位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身份如此 阵弓 天空九龙 为其天空 攻击神皇 拜见神皇 神皇 不可能 不可能 那是神皇 神皇 神皇在此 尔等还不够败 神皇印失去光芒了 除双 一定是你 偷懒 郑国将军的腰牌 强谋神皇 你决定让神皇印震怒 你死定了 是谁 难敢冒充神皇 是神皇将军 今夜正成 群鹰会醉 暖翔凤起 老夫自从隐居以来 很少见过如此光景了 见过神皇将军 你们都是大下名流 怎么能拜见我这个老头子呢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啊 神皇将军 您生争战 劳苦功高 我们这些晚辈 向您行礼 正是应该啊 你这冯家小子 倒是会说话 不过 听说有人在此大放厥词 假冒神皇 正想让神老将军知晓 此人 是被方清雪 赶出家门的气息 今晚擅闯夜夜 甚至口吐狂言 说自己是什么 只顺神皇 神老将军 您曾亲自被神皇召见过 不知何妨见 好 我被神皇召见过三次 从未见过此 没想到 今日竟敢在此假冒神皇 真是大大鲍铁 这么说 他是假的 可是 他先前明明登上了九级台阶 战功真至极净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是啊 老将军 您在 西殿里面 你得小把戏 就把你们给捞住了 且不说这神皇 硬是真是假 太太俩说 这世子 担得起神皇之名 只有异 可那位存在远在地精 怎么可能出现在正确 况且 我可是亲眼见过神皇大人的真面部 岂能认错 小子 亵渎神皇可是诛灭九族的死罪 你 自财吧 独双 如今在神老将军面前 我看你还怎么都虚断 我说呢 废物就是废物 怎么可能化身成龙 还是神老将军 看他成败 若比神老将军在 我们还真要被他给见过去 废物 神老将军慧眼如俊 还不赶紧自财 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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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老将军 是大下公军 如今在下令让你自财 也不快你都找 废双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你若现在跪下 向神老将军磕头运步 说不定 尚且还没饶你 说不然 你便是自寻死路 自寻死路的是 这个时候 竟还敢恐出黄言 废双 神老将军乃是我大下公军 为我大下立下赫赫赫战功 总是得神皇召见 被郑国将军安妙仪派驻到郑成阳了 这样的大人物 你竟然如此口出狂言 区区一个老婆 倒是好大堆 你 你叫楚无双是吧 不得不说 老夫已经许久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有赌气的年轻人了 可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出言不许 更不该冒充神皇 今日我若是饶了你 老夫才真是愧对着神皇的心 说吧 你想怎么死 该死 是 这个老婆 你口口声声说 自己曾受神皇召集 可竟然语刺冲撞语 当真是有影无忠 楚双 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成至孙神皇了吧 如今在神老将军面前 还在家说 楚双 你要是识相的话 就赶紧向神老将军磕头起床 上去 还能饶你 没错 你赶紧给神老将军磕头祈求 等郑国将军到了 你态度在诚恳现 兴许神老将军仁慈 还会为你说说情 如你一条命 楚双 还不赶紧客套道歉 让我跪下 他一个欺世道明之辈 还没有这个资格 我没有资格 老夫征战一生 立下大小功勋无数 更得神皇召见 你说我没有资格 楚双 不要再疯了 神老将军曾被神皇亲自嘉奖过 来到郑城养老 更是受到郑国将军的指派 连郑国将军都对其礼于有加 他在郑城 德高望重 深受尊处 而你竟敢得罪 折鲁神老将军 是想被逐灭九族吗 千雪 幸好你早早和这个废物化清戒气 不然 整个方家 都会因为这个废物而受到牵连 自老夫在郑城养老以来 已经有很多年 没有人敢这么跟老夫说话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口口成声说 被神皇召见 而我却从未见过你这好人 而今 也有在我这个真正的神皇面前 拼瘾狂吠 你可想过你审恋的下场 楚双 你不要再闹了 清雪 别再打理这个废物 他冒充至尊神皇在先 诋毁神老将军在后 我敢断定 从此的正程 他上天无路 兄弟无门 好 好想 你倒是狂得狠啊 我倒要看看你是何等的货色 这 给我敲打他前身所有的骨头 让我看看 他的骨头是多硬 清雪啊 神老强军动动 废物 你救了 一个废物 死了也好 省得在这儿 楚双 你真是狗养个将 我审恋备受火恩 又是镇国将军安妙依亲自指定在正程养老 在这里虽称不上说一谱 倒也有几番薄命 备受各方敬重 究其原因是我代表神皇的无上威严和镇国将军的颜面 你侮辱我审恋 便当同意侮辱神皇和镇国将军 我 岂能容你 今日 我审恋 只要代表神皇和镇国将军 诛杀你的逆贼 阿弥陀佛 找死之人 与老夫无关 我必是你救 我必是你救 你们倒是有些本事 能逼得我心生杀念 你倒是一个天才 若是再给你使你 哪怕五年 夫妇可能还会畏惧 那现在 要惹在老夫手里的天才太多了 熬了一辈子 才看看是个杂号角色 这样的飞舞 你敢在五年几年 小子狂我 老夫上阵杀鸡之时 你还在吃奶呢 你既然找死 怪不得我了 枪是何在 给我拿下 神皇 神皇 谁敢动 想要做反吗 一群废物 他哪里是什么神皇 还不给我上 这家伙 该不会是要做上皇位吧 他岂有这么大的胆子 混账东西 那是神皇之位 其实你能念悟的 快给我滚下来 神皇一怒 服侍百万 整个赵车都有变天 熬不熬 快滚下来 你自己找死 别连累我们 各位 这个废物 是铁了心 要让我们一起死 快把他拉下来 快拉下 神皇坐前十步 乃是群怒进去 你们这些没有战功之人 也敢踏足 不想活了 小子 你给我滚下来 老夫做主 可以饶你不死 滚下来 滚下来 我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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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无双 你还没有闹够吗 非要等到无可挽回 你才心满意足是吗 你所说的无可挽回是这 是那是老屁股的路 还是整个郑城的指摘 我知道 你是在报复我 但你不该用这种方式 你现在已经出入 整个郑城的名流上司了 他们个个视你为眼中兵肉中刺 楚无双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下来吧 他们这些人 在我看来 不过统计瓦稿 会值一提 楚无双 你就是个扫板星 扳脚石 扶不上墙的烂泥 你知不知道 今天对方家 对我又多么重要啊 是 你是个扛包公园 你没前途 可是我不一样啊 我心心念念的 就请手打造一个顶天好门 你想要得出城市的子 这是我毕生的梦想 可是今天 你把我的一切都毁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会是你的捷径呢 事到如今 还说这些 有什么意义 当然有意义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为了心心念念的诠释 你所守弃的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你口中的顶尖豪门 在我看来 不过只是蝼蚁 我一言可觉他们去衰 一语可定他生死 糟了 事到如今 你还在执迷不悟 你这事 太失望了 五年的感情 都换不来你对我的 鼎鼎信任 罢了 方亲 你说的对 如你所愿 你我之间 没什么好说 至于这个为止 今晚 我就坐在这里 看看场上诸位 谁 让我笑了 你还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你今日坐的 乃是神皇之位 整个大厦 除了那位传说中的 至尊神皇之外 无人能坐也 无人敢坐 而你 从坐下去那一刻 就追你身语 我怎么就不能是 至尊神皇 你以为你 啊 这是一个扛包工人 真以为能 横压马强名流吗 闭嘴 他的身份 你还不配忘记 今日之夜 纵来全程 接入楼椅 倒还像模像样 看来 你为了今晚这场戏 暗中排列过很多次了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好好看看 你能演到什么手 可惜啊 你也算得上 是难得的美女 那就偏偏不知死活 我看呢 不知死活的人 是你才做的 这世上 还无人能与差比见 执迷服 哈 不过是被方家 逐出门的废墟 社会中的最底层 哪怕就算是我 冯家的一条狗 都比他更伟 我想 你应该是离了清雪 难有荣生之地 而清雪跟了我 方可成为 大厦的一间豪门 所以 你才演的这出戏 为了就是阻止我 成为神皇敬畏 并且 趁机挽回清雪的心 但可惜的是 龙不以蛇举 清雪总得看穿了你 是一个服不上衣的乱衣 根本没有给你半点击乎 所以你求而不得 怀恨在心 光土仁皇和镇国将军 想要拉着我们所有人一起陪葬 怎么 说错了吧 你这自以为是的能耐 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睛 还在撞枪落实 我想你的内心 应该已经慌张无补了吧 也是啊 你本来的技术 算不错 但可惜的是 你露算了 个人 那就是神老将军 会在场 不错 小子 你的计划暴露了 而且我们有这么多人正在 只要将你心拿下来 向镇国将军陈述原有 想必他定不会滥杀无辜 他不会 但 吹 你算了个什么东西 那镇国将军到了 我拐了你都不能敌罪 拐了我 行妙艾妙衣来了 也得当面向我行礼 尊称一句儒谎 我知死活的东西 还敢讲吗 你敢打我 对皇不敬 冒犯皇威 当主就足 一群疯子也欺验 神皇是何等人物 那可是执掌大厦的首领 身份尊处 拐一万人之上 怎么可能是这个废物 只要把这的机器 让镇国将军到晚 我一个都别想活 我看不想活的人 是你吧 等镇国将军来了 我看到底是我不能活 还是你不能活 不确 记下在场所有人 其背后家族 灭 是 够了 你还没有到我 是 我知道 逼婚这件事对你的打击很大 可是事情已经成定局了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补偿 你钱我 一个亿 只要你张口 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我真没想到你居然如此美烈 居然想拉着我们一起去死 朱镇 真是一个目光短情的窗户 你没有资格 妄议神话 你就只会躲在女人身后是吗 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风上 只要你肯收手自裁 我会为你求得一句权势 清雪 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别不识抬军 为我好 你在意 不过是冯耀能不能当上将军 你能不能当上将军夫人 方家能不能成为大下豪门 何必还要说这些官免堂皇的话 你装了这么久 不累吗 你 别和他一般见识 我已经收到消息了 郑国将军即将抵达 这小子已经是死了我一条 何须跟他多费口舍 听见了吗 楚无双 你好自为之 从今以后 你楚无双和我方清雪 再无本理关系 如此 也不下去了吧 楚无双 你我身份云泥之别 我本不想自降身段 和你辞出毕将 但你先是尊卑不分 冒犯神老将军 更是心思歹路 以措全场 正 容不下你这么个败类 神老将军 郑国将军即将抵达 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要先擒下这个败类 明朗 是我们正成的中流瓷柱 晚辈斗胆 请您放出诸杀令 诸杀逆贼 除无双 好 既如此 那老夫就此照高着诚 以我审恋之名 划出诸杀令 即刻诸杀逆贼 除无双 是 不确 在 听我号令 不灭神家 是 神皇有令 神家 灭 你现在也只能虚张声势了 今夜 我将以冯家老祖之名 伺积战功为仇 遵神老将军之令 诸杀你贼除尚 冯家 灭 维护神皇威严 乃是我正成名流奋力 我正成刘家 愿遵神老将军之令 即刻诸杀你贼除尚 刘家 灭 此子狂妄 凭行卑劣 正成断不可容论 我白家发布诸杀令 即刻诸杀 白家 灭 还我李家 违顾神皇罪隐 怨随诸杀逆贼 李家 灭 正成皇家 诸杀逆贼 皇家 灭 正成皇家 诸杀逆贼 皇家 灭 诸杀逆贼 诸杀逆贼 正成刘家 正成陈家 孙周五 灭 灭 灭 正成刘家 正成陈家 孙周五 灭 灭 我吃死的东西 竟敢以示威你 你配吗 清雪 你提早和这个废物 划清界限 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因为从今日过后 不光是他 就连他的朋友 以及家人 都会受到牵连 此九族 尽数逐 灭 这就是你想要的 结果吗 诸书 方家 诸杀逆贼 方家 解 神皇有令 方家 密 报告神皇 正成十七家族 全国共计 一万六千三百分布 将在三分钟之内 退非见面 三分钟 你怕不是陆系太深了吧 我冯药出身正成镇守世家 今晚更将要受到 郑国将军的策封 成为大夏神皇亲吻 一步动天 而在场的各位名流 更是横卧正存树火烟 哪怕是郑国将军 都不能轻可见将我覆灭 您一个工地上 堂包的班专工 还敢口出狂言 将我们正成十七世家 全部覆灭 算什么东西 你一个工地上 堂包的班专工 还敢口出狂言 将我们正成十七世家 全部覆灭 你算什么东西 以你的身份 见我如以夜狐游望青天 井里之蛙看日月 你到底还要装到什么手 朱霜 今晚 这宴会中内的每一位 都是你这辈子 触及不到的高度 你就是一个 堂包的班专工 为什么就不愿意抵头呢 你曾跟我说过 人人身来自由身 何须低头 那都是假的 骗人 有些人生来过的罗马 而有些人 注定只能一辈子 仰望他们的背影 你就是一个底层 为什么不认命了 原来是假的 我早才知道 包心玄 你可还记得 我们结婚时 为了讨你欢心 我曾陪你看过无数场戏 今天 我陪你看最后一场 你还在胡说什么 安妙依 先看够了 还不随 是郑国将军的 快去迎接 公衣正正 将军驾临 郑国将军 您总算是来了 你是在责怪我来晚了 不敢 不敢 都是因为 宴会之上 有人假冒神皇 所以我特别生气 假冒神皇 是谁呀 这么大胆 就是他 他 你确定 是他假冒神皇 你确定 是他假冒神皇 楚双 还不赶紧起来 就非要一股行 我为什么要起来 楚双 郑国将军已经到了 他不会饶过你的 如果你主动自残 或许 能死得不那么痛 但如果你继续坐在这里 郑国将军 不会饶了你 届时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 安妙依 他不会动 他也不 是你在自以为是 装装五年 一无是处 要不是我收留你 你连维持温饱都做不到 楚双 你这个不切实际的默契 认清自己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方清旭 你连半点的信任 都不愿给我 是你根本不值得我信任 算 我不想和你成 如果你再这样下去 我也不会留守 让我看看 你能把我怎么样 就是他 就是他 假冒神皇 郑国将军 他不仅假冒神皇 甚至还难敢坐在神皇的位置上 大放厥词 不把神皇和您放在眼中 这等狂妄之人 最不容忠 只要您一声令下 老夫 即刻把他拿下 不能上人上 是这样吗 是啊 郑国将军 这个人 他就是工地上搬转的废物 被方家扫地出门后 心怀愿意 今晚 更是以卑贱之身 大闹你为神皇举办的 雪慧一事 请 绝不允许 活在这里 试试 你就是方家 方清雪 冯耀说的 可对 清雪 清雪 你是坏的 冯耀 冯耀说的对 此人一度不把 听内的诸位明灵 放在眼中 不是今晚会 给予此的正成权贵 出言不惠 狂妄自大 冒犯老家 出动全场 更甚至 不尊治 尊于皇 我等好心劝解 他非但不听 还肃无忌惮地 落座于皇位 这是何等的狂妄 何等的大逆不道 其罪 当诸 其罪 当诸 没错 他 最不如胜 冥万不灵的东西 就该这样处置 但是不敬神皇 就够他教族尽灭 请正宗将你杀令 斩杀的义贼 胆大包天 不知死活 楚露霜 听见了没有 这 就是你的下场 你现在 可以说一言了 郑国将军 这样处置 你可爱马依啊 楚露霜 你死局已定 我也久不留你 就用你的命 来为我方家换取 净身之间 等你死后 我会亲自你一下子 郑国将军 我正成方家 愿诛杀你贼 我王家 你愿意代劳 还有我们刘家 我也愿意代劳 我也愿意代劳 还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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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一 大胆 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当面 直呼郑国将军的名讳 我看你不想活了你 哎呀 哎 你算什么东西 郑国将军 神老将军他一心未复 您为何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你也可以教我做事 郑国将军 您为何要打我们呀 一定是这个小子 触怒了郑国将军 害得我们也被牵连 恶大世家何在 跪下 楚双 你没听到 郑国将军的命令吗 还不快下来说 赶紧退下 能死 楚双 郑国将军动物 谁也救不了你 这一切 都是你咎由自己 怪不得旁人 说的是你们 跪下 郑国将军 您这是 跪好了 楚双 我们又见面了 你这次 要以什么身份见我 你觉得呢 郑国将军安妙依 参见神皇 拜见神皇 这 神皇 他怎么是神皇呢 不可能 起来吧 神皇 他怎么是神皇呢 神皇 郑国将军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就是被方家 赶出门的 坠血 怎么可能是神皇呢 是啊 郑国将军 死人是我前夫 我对他极为了解 他不过就是一个 扛包的工人罢了 怎么可能 会是高高在上的 至尊神皇呢 郑国将军 您是不是 认错人了呀 你们的意思是 我认错了 郑国将军 或许您是触到正常 对此不太了解 但实际上 他的身份 怎么可能是 传说出了 至尊神皇呢 受罪 有眼无珠的东西 你们是在怀疑 郑国将军的眼光吗 可是他 方清雪 神皇的身份 还轮不到你来质疑 我 你方清雪 有眼无珠 短见博士 若非神皇想赴 你方家早就在 郑国将军 可能会有今日的风光 就凭你方清雪 可以吗 郑国将军 方家能有今日的地位 分明是清雪 一步步走过来的呀 当初方清雪 不过是小门小户之名 他方清雪 既无阅力 也无过人手段 若无神皇暗中帮衬 凭什么一措 而就成为正常商务 又凭什么 让方氏集团 在短短数年内 私产超过十亿 我告诉你 今日方家所拥有的一切 皆是神皇所赐 不可能 真不可能 妙依此次抵达正城 是为迎接您回归地经重登大位 但没想到 一个小小正城竟然会有人对您不敬 此外妙依失职 不过您放心 金眼冒犯者 我会带您一一清算 不必了 我以下令 覆灭再者世家 对对对 郑国将军 我想起来 但刚刚 还扬言说 要让我们正存十七世家 在三分钟之内 全不复免 可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却什么事都能 这足以说明 它就是假的呀 楚无双 您好大的胆子 在我们面前 我创已经算了 还敢蒙骗郑国将军 正是不足形 郑国将军 属下奉要 恳请将军下令 即可诸杀 你贼楚无双 将其 当成格杀 郑国将军 老臣审恋 恳请郑国将军下令 格杀楚双 恳请郑国将军下令 格杀楚双 你们是想要造反吗 不证刺 他们既然 迫不及待的头 那就如他所言 算算时间 应该差不多了 咱 哼 互动全虚 郑国将军 此人 已经前吕即穷了 应该能够识破此人的感性了 二 我只死活的东西 还不够将来受死 一 你先到 你不是说 要灭我蜂将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结果呢 我蜂将 却安然无恙 哈哈 完了 爸 你怎么钻上电话 是出什么事了 你在外面给老子都冲祸了 一火神病人不惜一切代价 封杀我们封家 弄结了所有的资产 你到底在外面 老子给了 是你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通缔的手段呢 我好远 完了 我一辈子的心血 就这么没了 女儿 在一大旅人处境家里 查布了我们的别墅 才把我和你妈赶出来了 今晚 我们要露宿街头了 你 他可怎么办啊 神老将军 我们可都跟听您的意思做事 你还要为我们做主啊 我们身家也没查布了 我能怎么办 神皇 老臣 有眼无助 不吃真容 不知道 您就是传说中的 知证神皇 你只要这些砸碎子 你出言不错 险戚铸成大错 还望神皇 出错 神老将军 神明明是 你让我们做 谁能把所有的过程 都推到我们身上 混开 只要是你们中游蒙的心 我怎会犯下这么大错 怎会让我神家 一心点灰飞烟闭 都是你们害的 神皇恕罪 神皇恕罪 老臣知罪了 神皇饶命 我们不知这无罪啊 神皇 求你给我家族 留一帮我们的路吧 神明 你说你陪我 你朝见过 可我为何去逢威胁 一个杂号将军 竟敢拿着五成米 高谣撞见 唯一废祭 神皇饶命 老臣不敢了 老臣再也不敢了 完了 活下 死 神皇饶命 神皇 神皇饶命啊 老臣知错了 你要 现在 还想要我的 前军而后攻 辞之令人发酵 正腾实现实下 今夜过 神明 将他们都带走 不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为什么 杀人不会投影 你中文犯了什么错 你要赶紧杀戏 你不能肆意忘卫 我肆意忘卫 放心 雪啊 放心 现在你想起这句话 此前你们要杀我 怎么没人 今日站在这里 不数 如果我不是大战 不皇 平天宁在场的这些人 会有一个选择话 会有一位 愿意为我说话吗 是你会隐瞒身份 是你天我才先 是你没有想使我 你必须告诉我 如果我怎么知道 我说 不会是你实施的目击 别进成你先了吗 就因为你身份卑微 尚不得此 神皇为了给你名分 不惜耗费三年时间 为你排除一击 提出一患 更是让手下 照告世界各国 不日将为你进行 家里 是 乐主公共 五天下 可惜啊 这一切 都被你轻轻放松 不是这样 不是说 我知道错了 需要我们回到末期吧 好吗 没个故事 对 我后悔了 你说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们回到末期那样 我会让你的妻子 毫不理天线 不会让你有脸的 回不去了 黄金雪 从天下离婚协议的那一刻 你我必须 再也没有 为什么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为什么 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如果你早就告诉我 你神皇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所以你认为是我的错吗 方小姐 我才是神皇名正言顺的认识 不过我还要感谢你的女主 不然这么说 我可就得不到 我 你真是因为他们 我们才高离婚呢 你就有了新的温婚戚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我承认离婚协议 为什么为了我 方清旭 以前我怎么没有关系 你是一个这么习的人 够了 一见树民也在责外人活 再更多言言臭不代 对此派决 来 郭家甘愿受罚 尸球神皇能给天家晚辈 刘家甘愿受罚 郭家甘愿受罚 郭家甘愿受罚 我自负 郭家 今夜 您是为神皇群啊 我有战功力 我冯家老祖 可是有战功在身吗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你冯家祖上是有战功 可君子之责无事而远 何况战功此荣耀 不是你们仗之为非 坐摆红行无忌的姿补 不过 从今日起 冯家战功尽数收回 我干什么 只是我冯家的战功力 你们不能多走 不能多走 咎由自取 待下去 自私 你们干什么 爹 你怎么来了爹 这个意思 太白 怎么冯家就要被你射毁了 滚 老臣正宏这首冯远道 拜见神王 正宏这首冯远道 来的正宏 看看你儿子干这件事 你这个正宏这首 到底是怎么弄的 神王教训的事 都是没缠三款公力 都是没缠的错 既然知错 那这汗对一切 就是你儿子该下 爸 你救救我 他没有杀我 我是你唯一的儿子 你不能不管我也爸 我下救 可以招待了神王 我怎么救 不用叫你 竟然犯了座 就该受到 对 谁的保证 神 神皇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开了 就你开了 爸 你说句话呀爸 我 我儿怜疑还小 你一定熟悉的 求求您 看他老陈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的份上 饶了座 饶他一回 子如叫父之国 冯远之所以如此麻糊 就是因为你纵容 你还好意思 让神皇饶了他 郑国教训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不能眼睁睁开眼的死啊 宏远道 今天我在这里 才能让冯远了 要是我并非谁 只是一个普通人 那么我今天 还能活着走出这里吗 你睁开眼睛 看看这把 他明亮 各个衣冠 可有哪一个 是心地良善之辈 什么 我儿他真的知道错了 你说就点 大罢子媚 换过他一回吧 不可能 今晚你儿子不要 一死一死 你冯远道 作为正成阵士 坚图格力 一日起 获得阵守之职 免为杀敌 黄 你今天 真的要把 伯儿弄死吧 是他自己找 冯远 不可及了 还要有人 你不要欺人财神 大大 红远道 你想干什么 我只是想 保我儿子一条命 你别逼我了 红远道 若你保你儿子 那么他和我 被你儿子杀了 或者一个普通人 被你儿子杀了 又有谁 能不能够他 其宝人就应该有 普通人的觉悟 两个红色欺负 那是他活该 哈哈哈哈 哈 好一个活该 不去 奉仑 谁敢阻拦 少赏 是 胡说 胡说 我敬你 叫你生真皇 不敬你 你高鞭不是 冯远道 你大逆不道 想赵凡吗 赵凡 什么狗屁人 今天老子把话撂开 看 那才弄我儿子 老子跟你们没完 胡说 别以为 你什么神皇 就能无法无天 这个事 可不是你 一个人说的话 如此说来 你还有什么厚度 既然如此 不妨叫 我倒要看 在这世上 还有谁 能保得住他 哈哈哈哈 西方 中 神 天 西神天 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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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远道 你身为大驾震 你竟敢勾结西方 你好大胆子 我 我黄远道 本来就是众神殿的人 和他万国 武装 大驾成何势力 可终究不能制止 神殿 这个世上 众神殿 掌管西方 归下树 你只是大驾的神皇 你拿什么来提 当众神殿的联手 我已经通知了 众神殿的神史 他就赶来 若不放火 西方 祝师哥就联手 攻守大驾 到那个时候 看你这个神皇之位 才做不够的 参见圣语大人 神主失踪 终于找到 我们众神帝 是时候 遗会我们的神主 启禀圣语大人 专机已经准备好 随时的提出 自打神使 怎么只有你三个 是回去神 雅典娜呢 雅典娜已经前往大下 正在前往神主 所在的城市 好 立刻出发 迎回神主 圣女大人 众神殿的同鼠 光远道 遇到一线 希望能得到五国光州 既然是众神殿的同鼠 自然不能让他受了委屈 你过去处理 除了是谁得罪的重心 都要严实依待 是 尽快办好 再来迎接神主 办得好 等迎回神主后 我可过去 与见你为神主的 亲爱情绪 谢圣女 不怕 不说 众神殿的神使 很快就到了 我都要看 儿子 你放 还不放 众神殿 我倒是有所 传闻 乃是一位神龙殿 可不见我们的大人物所闯 归下有圣女四大天神 暗中掌控西方数世国 但是 这个神使又是什么神的 神使 此台是四大天神 安排在各国的代言人 全力气了 也象征着众神殿的颜面 怕是一方国主 都不敢欺瞒 一方国主 都不敢欺瞒 你不敢欺瞒 那这十分 你豈不是高到天神 不过 这位神使大人 是我数年前 邪教的一位贵女 也正是因为他的引荐 我才得以成为众神殿的 他的身份地位 红高无比 只在圣国 不自发天神之相 诸双 我是奈何不了你 众神殿的神使 还奈何不了你吗 没有这样的大声 你为何不提前告诉我 看我还收着将来 楚双 听到没了 我爹 正是众神殿的神使大人 你不过只是一个 大下的神皇而已 在那位神秘的大人物面前 你连个屁都不是 楚双 众神殿乃是庞然大物 比你的力量更猛 还是赶紧走吧 哦 怕不了了 胡双 众神殿确实是大 接下来该怎么办 放心 在这个城市 没有我都对不起 楚双啊 楚双 真是 一直是大下的神皇 刚好大下一国而已 而众神殿却拯控西方 你肯定招惹他们 整个大下 都要从来来看 本神使当然到 我倒要看 你还敢杀我 哈哈哈哈 不 不去 谁 谁 谁 别乃 别乃 众神殿 你敢打我 口无说来 最晚 不去 你快出人了 骁张 娃虎 这一把 你 把你目无尊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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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把 打你目无尊胜 我叫紫蘇 風去探國 屬紫蘇 崇雄 仰義 紫蘭 殺了你們 崇雄 你還不趕緊就來不及了 算你看 似乎一個神使就能高步 我就是一個螺蟻罷了 聖子摸雜是區區神使 便是眾神殿的四大天神和聖女來了 在我們邊就不放 坦敢兄 眾神殿 你好大的膽子 屬紫蘇 神使大人來了 我看你還能不羞長 奉神殿神使高朝鋒利民道 兒童 來 閒來迎見 神使大人 您可終於來了 凱撒大人可再來了 凱撒天神有藥物在身 你的事情何去讓他親自起來 我高朝鋒便足以 畢竟只是處理一些不長眼的東西罷了 神使大人說的是您來就足夠了 這個人仗著他是大夏神皇 就敢欺負我們全家 還把我兒子打成這樣 您看 都吐血了 是啊 神使大人 這個蜘蛛仗 仗著大夏神皇的身份 死亡為 根本不把我們這些人放在眼裡 甚至還說眾神殿根本就不值一提 剛才您可都聽見了 眾神殿的同屬 還敢說眾神殿不值一提 你真是活膩了 眾神殿雖強也只是在西方 這裡可是大夏 容不得你們分子 沒錯 這裡是大夏不值 可我眾神殿掌控屬十果 全世界都要聽從我們的分子 誰敢忤逆眾神殿 就接受制裁 大夏也抄不掉 安妙一 不認識 在邊境殺了我們西方不少的士兵 可你認為 憑見你一人之力 能擋得住眾神殿嗎 聽見了嗎 在眾神殿的威勢之下 即便大夏也抄不少 徒商 安妙一 今日你們對我的羞辱 我封耀必將師輩百倍償還 馮公子 你身為大夏神皇 如此正式欺人 眾神殿不能坐視不管 今日你們兩個給馮公子道歉 此事就算了 無若不安 光道歉哪夠 還得給賠償 道歉 哈啡 周昌鋒 你只不過是一介神士 我勸你別給眾神殿招惹麻煩 如若不忍 大難臨頭 就完了 無雙你真是瘋啊 你雖是大夏神皇 可眾神殿 擁控西方術直播 放眼全世界 誰敢掠去瘋嗎 以眾神殿的權勢 想要封鎖大夏 簡直一無反省 你可莫要給大夏 找來過斷 事到如今 你還在嘴裡 眾神殿神使當命 你還有什麼辦法 無雙我勸你認清現實 曲曲大夏 在眾神殿面前 跟他公施一筆 現在道歉還來得及 否則你將大獲零頭 大獲零頭的司令人 我看你真是瘋狂頭的 既然你執意找死 成全你 那我就成全你 大膽 高長鋒 你敢在主上面前行訊 你知不知道主上的身份 他呢 曲曲大夏神行 佈置一提 退下 以後的東西 還敢阻擋我 你看你是招死人 高長鋒 你根本就不知道主上的身份 是好等尊貴 現在又是成果 等會死了就怨 尊貴 屁 不就是大夏神皇嗎 好嚇人啊 但可惜 在眾神殿面前 在那位傳說中的眾神殿神主邊前 連個屁都不是 何須神主大人欠你 我便足以 沒錯 神使大人身份尊主 抱眼全球 誰不理讓三番 屠夫說 你的神主 在普通人面前 值得通道 我面對眾神殿的神主 就宛如一隻狼羽般描醒 甚至於是我 都是你難以取其的人 我知道 今日你或許會因此而對我曾經記載 但沒關係 聚龍從來都不會在意狼羽的意見 屠夫說 我給你時間追 至於你連我的背影都有望不見 好好好 高長鋒 我原本只想處理馮家 現在看來 我顧得不多途的一條 大膽 靜等在神使不靜 神使大人面前還敢當次 屠夫說 你非要把路走絕嗎 還不趕緊向神使大人道歉 屠夫說 原本靜你是大下神火 給你用一份面 可沒想到 你就如此不知好可 就別怪我了 找死 不自量力 看到嗎 這就是得罪我的下場 別急啊 等會兒就輪到你們 一個都別想跑 出雙 這就是得罪眾神殿的下場 都是你精通自取 怪不得便 高長鋒 你覺得 一個眾神殿 就能吃定我了嗎 眾神殿神使辦事 賢大人等退避 眾神殿 神使 沒錯 瞎了你的狗眼 就趕來我的去囉 你是雅姐大天神 滾開 屠夫說 我即便是吃定你 那又如何 拒絕一個大下神火 難道才能抵抗得了 眾神殿的風嗎 神使大人說的沒錯 眾神殿面前 一切都是泡眼 屠夫說 你就乖乖這命 此刻這個局面 除了那位傳說中的眾神殿神體之外 還有誰 能夠改變局面 難不成 你該不會以為自己是眾神殿神主吧 哈哈哈哈 我要真是眾神殿的神主 我要真是眾神殿的神主啊 你說你是眾神殿神主 哈哈哈哈 除無霜呀 除無霜 你可是眾神殿的神主是何能存在 無殘奏 雞吞山河 平壓全球 軍師無霜 就平武 也配 你看他呀 分明是得了十進方 神使大人 除無霜也冒充眾神殿神主 實在反大保天 全部都翻了 說的沒錯 冒充眾神 等通過了 今日 我做人流不折 我看誰敢做 原來消息無霜 真的是神主大人 神主大人 我們找了您五年 終於找到您了 這個人是誰 外面的人怎麼辦事的 沒看到神使大人正在辦事 居然放棄了一個不明身份的人 他怎麼來了 你是哪來的 沒看到眾神殿的神使大人在這裡嗎 趕緊滾 你可打我 你死定了 神使大人 是個有人敢打我 神使大人 你可一定要問我做主啊 桑莎芳 這就是你想要問我的銅鼠啊 神使大人 你打我幹什麼 你演不出的東西 嚇了你的肚眼 高長鋒 見過智慧天神 什麼 我是眾神殿的天神 不知天神力 屬下未能遠迎 還請進去 原來你還知道我是智慧天神 高長鋒 你少能耐了 竟敢在大下放 知不知道 這裡是眾神殿的進去 我 我也是得知從此被欺負 因此他趕到這裡 不管你因為什麼理 趕緊給我滾吃大人 小哥有你好看的 智慧天神 我可是凱撒天神的手 你雖是天神 卻也管不到我的頭上 不吃死活的東西 要你讓人敢打我 那大人一定不會放過你 凱撒大人 我倒希望他快能過來 我到時候看了 他到底敢敢在大下放 來人 把這個不吃死活的東西丟進去 跪在門口 待會再收拾 楊錦娜 你敢 楊錦娜 小大人不會放過你 凱撒大人會跟我報仇的 接下來 該輪到水 高長鋒 你怎麼成這樣 凱撒大人 你終於來了凱撒大人 我讓你來擺批一種喜事 你去把自己搞成這個德行 真是用眾神爹的臉 我 裡面 聖女大人讓我先醒前來 處理迎接神主的事 現在就要幫處理這攤子爛神 真是沒有東西 我倒要看 誰敢到我海灘的手下 神主大人您沒事吧 無謊 我們找了您五年 終於找到您了 沒想到 既然有人敢對您不見 甚至 我先幫您料理了這些創意 呀大大大人 我們可是凱撒大人的同組 您怎麼能因為這個人 而對我們動手呢 莫說你們只是凱撒的從事 就算是凱撒親自來到這 也不敢再打下放 來人 把這兩個給我拖住 不要你們逢著 逢 逢免 好大的寵氣 誰敢不見我凱撒後的眼裡 接下來 開門道主 就是你們倆 讓高長鋒來到大廈的 熊莊 他正是欺人 我爹實在沒有辦法 這才請來神使 雅典娜大人 您可一定 要為我們做主啊 雅典娜大人 我們房間 一直都是仲神殿的從屬啊 這麼多年 重心 住嘴 趕趕捕過仲神殿神使 他不打下 真是 找死 雅典娜大人 您為何要打我爸 明明受欺負的人 是我們才是啊 是 他誤誤住神殿 和假冒神 是他最大惡疾才是 他 假冒神 是 以他的神 何須假冒 讓我跟他說話 好大的仇氣 是誰 保護見我凱撒後的眼裡 您就是凱撒大人啊 哎呀凱撒大人啊 您可終於來了呀 您要是再不來 我們全家可都要死在這裏了 可 小大人 無可一致 教我們做主啊 傻薩 你終於來了 一個人 高長風是你打的 就是他 他為了 誰忽辱中全殿的農民共 非但打了您的神使 還對您不敬 雅典娜 我們四大仙神 向來警示 不怕河水 如今已動了我的人 什麼意思 那就問問你的死相 高長風啊 他膽大包天 竟然來到大下報 難道你忘了 這裡是神主大人親自下 沿進眾神殿涉俗的地方嗎 神主大人的禁令 他不敢說 高長風來到這裡是有 他也輪不到你來教訓 雅典娜 你若不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你若不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定一日 我該休 解釋 就憑他高長風衝撞神主 這個解釋夠不夠 解釋 就憑他高長風衝撞神主 這個解釋夠不夠 你說什麼 他衝撞神主 沒錯 他就是眾神殿的神主 智慧天神雅典娜參見神主 他是神主 這怎麼可能呢 不可能 是不可能 他明明是大夏的神皇 怎麼可能是眾神殿的神主呢 屬下來時 還請神主恕罪 凱撒 看見神主還不下跪 找死嗎 我看找死的是你 聖女已經找到神主正在趕來的路上 而你此次 竟敢找一個農民工來假冒神 雅典娜 你真是膽大包天 你不信我是神主 你算什麼東西 眾神殿的神主是何等人物 彭牙儀式舉世無雙 怎麼可能會是你這麼一個卑賤底層的小人 小子 你巧就是你巧 即便是穿上了金衣 也沒有真龍的本領 說 雅典娜給了你多少錢 才讓你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冒充神主 你大膽敢對神皇不敬 神皇 原來你就是大下的神皇 怪不得敢假冒神主 原來是有些身份 不過其卻一個大下神皇在我眾神殿面前 又算得了什麼 不過你倒是有幾分姿勢 若是董事的話 我有可能會放逼嗎 董事 我倒要聽聽 是怎麼個董事法 當然是幫我伺候叔父了 開曹大人 哈者是大下的一個正國將軍 穿地面和姿色看來還都不錯 勉強可以做您的一個無法丫鬟 開曹大人 我爹說的對 這姑娘身材不錯 我爹起來 一定很熟 剛好配得上您這樣的大人物 還有多久抵達 大約還需要一刻鐘 加快速度 一杯咖啡的時間內必須感到 是 你們敢對神皇的未婚妻不敬 找死 找死 在這個世界上 還沒人敢對眾神殿說出這樣的話 今日本天神就再死 你們要么降服 要么去死 這裡是大下的地盤 還輪不到你們放肆 神皇還請下令震殺這個狂妄之徒 凱撒是吧 大下有句古話 天若使其滅亡 必先讓其瘋狂 你在我地盤如此囂張 當真就不怕死 一個沒用的廢物 你真以為 你的大下神皇的身份 能活得住我 告訴你 今日 我便百無禁忌 你又能奈我喝 還真是 無知者無畏 区区一個眾神殿的天神而已 我隨時能讓你跌入地獄 是不得朝生 讓我不得朝生 好啊 我等著 不過 在這之前 我要把你的未婚妻給玩耍了 趕無助將軍 我殺了你 放眼全場 誰能是我的敵手 猜我 你的屬下已經被我重創 接下來 就該你了 不過 我倒可以給你個機會 讓你的未婚妻 把我伺候舒服了 說不定我一高興 還就把你放了呢 哈哈哈 主上 看見了吧 別以為你是神皇 就能夠橫著走啊 得罪了眾神殿 這 就是下場 凯撒大人 可不是你能認得起的 大廈的鎮國將 如果能征服你這批野馬 想想 就讓人興奮 滚開 不知死活的東西 你敢拿我 自從我做了眾神殿的四大天神以來 還從未有人敢對我如此放肆 你是第一個 我改變主意了 你 你們 都得死 至於你 老子會把你關起來日夜折磨 把你變成一個人盡可覆的 哈哈哈哈 無盡棺材不落淚 你們扯怒凱撒大人 扯我了 本來賠個禮道個歉的事情 非要惹露眾神殿的大人 落得這種結果 也就是你咎由自知 初無說 你怪特別人 小子 看到了吧 這就是眾神殿的威士 順我者昌 我者王 一若實相 就乖乖地把未婚妻送上 否則 我讓你求生不得 死 不能 好 很好 凱撒 成功讓我對你起了殺心 哼 別吹 你未婚妻都要脫衣服賠禮道歉了 你還在這裝呢 別說大話了楚無雙 現在認錯 說不定 凱撒大人還能保你去全尸呢 啥行 哼 本天神就站在這 我看誰敢殺我 現在的狂妄 會讓你付出 無法挽回的代價 雅典娜 立刻給贞德傳訓 讓她在三分鐘內 則 將訓息整個眾神殿 是 什麼 凱撒竟然敢對神主動怒 真是該死 再快坐坐 三分鐘之內必須抵達 是 神主動怒 服侍百萬 這世上無人能承受 快 再快點 凱撒 得罪神主大人 你將死不葬身之地 雅典娜 你還敢傳訓給聖女大人 正好 讓她看看你幹的好事 老人 假冒神子大人 聖女大人 聖女大人 可是眾神殿 除了神主之外 宣判地位最高之人 哈囉人家來了 你們 全部都得死 我們 一定要看好這些人 到時候 聖女大人一來 把她交給她老人家來處理 趁這個景 還能攀上聖女大人的 關系 丑如霜 我警告你 不要再說大怪 趕緊歸地求饶化 不然 等聖女大人來了 你 就等死吧 等死的是你吧 凱撒 等聖女大人到了 你連求饶都完了 哪點呢 別再說裝槍做事 隨便拉一個廢物冒充神主 聖女大人即便來了 惩罚的也是你們 是嗎 那我們拭目以待 你一個不知死活的東西 死到臨頭了才死 那我就先讓你下跪 凱撒 你要幹什麼 哼 我給你臉了是吧 若不是看在同歸自大天神的分數 老子早就弄死你 凱撒 明萬不靈 死到臨頭了你還不是回趕 就我死 雅典娜 你狂妄至極 我本想著 但聖女大人來了以後 在他情緒上 他不了了 你 跪 把我的鞋給舔乾淨 鐵一隻 哪夠啊 要讓他 把在場的鞋 全部都給我舔乾淨 哈哈哈哈 這個主意倒是不錯 聽到沒有 把我們所有人的鞋都給舔乾淨了 能讓我舔鞋 恐怕 沒這個命下 大言不慘 楚雙 以你現在的身份 給凱撒大人挺邪 那是你的榮幸 你聾了嗎 我讓你跪下挺邪 哈哈哈哈 楚雙 得罪了凱撒大人 你也只有便宜結贖罪的份兒 哈哈哈哈 沒聽到凱撒大人的命令嗎 還不快滾下來 哈 沒想到啊 我逢要也有朝一日 能讓大夏的神皇給我提起 哈哈 楚雙 你好歹的膽子 竟然 趕在凱撒大人面前動我 凱撒大人 你快出手阻止 立刻給我放手 不然 你必死 讓我死 我看死的人是你 凱撒大人 凱撒大人 你沒事吧 楚雙 敢在凱撒大人面前擒凶 你死定了 誰都救不了你 楚雙 你真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 是想拉著我們一起死嗎 你居然敢打我 小子 我要讓你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痛苦 現死 當著你的面 找離你的未婚起 來人 把他給我安住 我要讓他眼睜睜的看著 哼 楚雙 凱撒大人陣子 你死定了 整個世界誰都救不了你 凱撒 你要是敢上前一步 將有大火臨頭 大火 在這個世界上 除了傳說中的神主和聖女大人 老子誰都不怕 還愣著幹什麼 丟上 聖女大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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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女大人來了 楚雙 你會幹嗎 聖女大人 一會兒說話小心點 不然得罪了聖女 誰都救不了我們 屬下凱撒 恭迎聖女大人 沒愣你幹什麼 還不敢來給大人行禮 聖女大人 您怎麼來這呢 怎麼 我不能來嗎 難道你凱撒已經厲害了 連我去哪都可以管了 不不不不 屬下萬死不敢 只是 您應該是去迎接神主大人了 迎接神主 倒也沒錯 我這不是來迎接神主了嗎 你 你來這裡迎接神主 沒有 難道他真是 不可能 他絕不可能會是神主 聖女大人 您該不會是請雅底娜說 這裡有神主的蹤跡才來這裡 不然呢 哈哈哈哈 我說是什麼事兒了 聖女大人 因為雅典娜欺騙了 他隨意找了個廢物假冒神 假冒 啊 就是這小子 當然假冒神 聖女驾到 還不趕緊過來下跪 還不快滾下來跪下 雅典娜 聖女大人立了 我看你還敢不敢笑張 居然還敢掐我 你等著 聖女大人 換去聖女大人給封家 聖女大人已經到了 難道 你還不跪下求仁 該跪下呢 是你們 大男 聖女大人來了 還敢笑張 胡說 你還真是不見官司同樂類啊 沒關係 等我 我就讓你知道 什麼叫絕望 小子 你該不會還等著雅典娜給你成腰吧 告訴你 在聖女大人面前 她雅典娜也得低頭 你 死定了 那你怎麼就知道 你口中的聖女 就不是來幫我的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子 你該不會是得了師心瘋吧 還是說腦子有病 聖女大人 立位同高 全是掏錢 此等大人物 望見全球 除了那位傳說中的神 都不是跪拜 你 超其量就是個廢 怎麼 還妄想著跟聖大人拍上關係 就是 你也不撒泡要照照鏡子 你配嗎 哈哈哈哈 怎麼說 聖女大人恰到 肯定是來找你青色 冒充神主之事 還妄想得到幫助 下一秒 就讓你伸手一觸 聖女大人 像這一位 跟您站在一起 都是髒了您的眼睛 不如 讓手下把這裡心裡乾 然後 再隨您一起去迎接真正的神主 對對對 聖女大人 我們的房間在大廈是事情 只要您能說出神主大人的樣貌訊息 寶貝一定能幫你找到 哦 是嗎 對對對 我們眾神殿的神主 姓楚 年齡嘛 就和他一樣 姓 姓楚 年齡 還和他一樣 聖女大人 那 那神主大人 他的全名是 姓楚 名 胡霜 啊 楚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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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楚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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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中神殿神主 這怎麼可能啊 這怎麼可能啊 你聽見沒有 聖女大人 是 楚霜 就是中神殿的神主 這怎麼可能 怎麼會這樣啊 完了 這 我們家全完了 聖女大人 您不是開玩笑吧 這個廢物他怎麼可能會是神主啊 你 狗一樣的東西 也配著我跟你開玩笑 你給我跪下 還有你 你不是說要幫我們找神主 好啊 說說看 我們眾神殿的神主 他現在在哪兒 聖女大人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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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燒他 閉嘴 跟我一樣的東西 也配吃虎神主 真 你也給我跪下 好 聖女大人 饒命 聖女大人饒命啊 閉嘴 都給我跪好了 膽敢發出半點聲音 九足當皮 神主 我們找了您五年 終於找到您了 我曾想過 你找來時會是何等場景 只是沒想到 會是這樣的情況 真的 你可知罪 屬下自知有罪 罪該萬死 當然有罪 你身為聖女 眾神殿交到你的手上 只是短短五年 就變得無焉瘴氣 屬下不敢辩駁 辜負神主信任 請神主責罰 當然有責罰 在此之前 先處理好 眾神殿的派群之麻 真的明白 神殿 向你饒命 就你們三個 膽敢對神主不敬 看你們是活膩了 既然這樣 那就別活了 神殿大人 小的是無心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就是神殿大人 就你饒命啊 滾開 看看你幹的好事 神殿大人 是我有眼無助 是我永遠不失真龍 你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神殿大人 你剛才可是現在的模樣 是我狗眼看著你 我永遠不失真龍 我永遠不失太山 你打發子 讓我一次 啊 開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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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神殿 開曹大人 我 我不想死 滾開 都是你 開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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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人 你別打我爹了 你別躺了 你快搜我看 真是狗猶 珍德 這就是你手下 身為聖女 卻把眾神殿 給弄得烏煙瘴氣 太讓我失望了 神主 聖女大人 這些年也是為了尋你 所以才屬於管理的 您不知道她 別給那 別說了 錯了就是錯了 只要神主您能息怒 珍德該願受任何惩罚 無雙 你就別責怪她了 畢竟她也是為了你 現在耽誤之急 是要解決眼前的事情 對呀神主 這三個人 您看啊 該怎麼處置 當然是要讓他們付出意義代價 珍德 這件事交給你的辦 屬下明白 來人 把開曹割出去 割奪天神之位 除死 神主大人 你讓我一逃吧 我真的是無心的 神主大人 我真的是無心的 現在 該輪到你了 神主大人 我知道錯了 你大人有大人 你都把我囊著皮膚了 神主大人 我 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錯了 神主大人 我知道錯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們根本不知道 你們只是因為我們的身份而害怕 而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 你們無藥可救 不 不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神主大人 來人 把他們全部拖下去 除死 爹爹 神主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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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命啊 神主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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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雙 我说我知道错了 能不能再给我一次结婚 我为何要给你机会 楚雙 你我五年的夫妻感情 难道有这么绝情吗 楚雙 我承认离婚的事是我的错 但你也并非一点责任都没有 是你隐瞒身份 是你不告诉我真相 方清旭一生的模样 就是拿上全室巅峰 可我们结婚了五年里 你做了什么 你什么都没有做 那是我的雷水 楚雙 你对不起我 楚雙 是你对不起我 我对不起你 你 你隐藏身份 你不告诉我 你是大厦的神皇 你是终神殿尊贵的神主 你让我像跳梁梢 丑子一样上蹿下跳 楚雙 这是你的痛 你住嘴 区区一介庶民 你敢责问大厦神皇 圣女住嘴 恩妙医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就算你是镇宫将军 也没资格插嘴 那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 我才是无双的未婚妻 你 还有 刚才方小姐说 无双对不起你 不得不说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不知廉耻的人 你什么意思 自面意思 你不过是小小正成 一家破公司的小小总裁 而无双 是大厦神皇 众神殿的神主 你和他相比 坦白来讲 连垃圾都算不上 而你口中所说的欺骗 无非就是突然知道 自己错失了神皇妻子之位 所以大受打击 毁步当初 妄图掩盖你建议四千 爱慕虚荣的事实 发现有外面 就恼羞成怒对无双妄加指责 你这么卑劣的心思 以为我们都看不出来吗 你胡说 我胡说 那我问你 当处无双是处无双时 你为何要与他离婚 当处无双是大厦神皇时 你又为何要跟他复婚 而当处无双是神主时 你又为何后悔 还有 这世上有那么多普通夫妻 都能够和谐共处 他们朝九晚五生儿育女 照样生活得很幸福 可为何偏偏只有你方清雪的丈夫 是普通人 使你接受不了 不 不是这样的 归根结底 你就是一个爱慕虚荣 建议四千的女人 你 根本配不上无双 妙依 就算你是郑国将军 也不能如此侮辱我的人格 我和楚无双单独谈 无双 我记得方小姐此前说过一句话 死缠烂打只会令人恶心 这句话 我奉还给你 记住 无双和我马上就要回归地经 那是你一辈子都触碰不到的地方 将来 无双站在大厦巅峰指点江山 一言可兴国运 一语可同四方 而你 只能归缩在小角落里 无人问津 毫无前途可言 龙不与蛇群 你们两个 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就算你是郑国将军 也要讲仙来厚道 都说夏虫不可语兵 怎么就和你说不通呢 罢了 我再说的难听些 你们之间 就宛如云火笔之好运 泥池里的蚯蚓 再怎么挣扎也化不了龙 你们两个 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 还有 我再告诫你一句 千倩之上的独木 被你亲手锁毁 只能自食其果 再怎么后悔也是无用 过几日 无双和我就将结婚 以后 莫再纠缠 把这里给我围起来 把这里围起来 谁动 杀谁 好哥哥 弟弟我终于找到你了 虎天行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个哥哥失踪了五年 如今终于被我找到了 我这个弟弟 当然要为你接风行陈啊 看来人都到齐了 虎天行 你想要做什么 做什么 自然是来看我哥哥呀 还能做什么 那又何须带这么多人 难道你是想要造反吗 造反 不不不不 我只是拿了自己应得的东西 好哥哥 你在神皇之位坐得够久了吧 你应该让我坐坐 你想要我的神皇之位 你想要我的神皇之位 你应该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 这么说 你愿意把这神皇之位 让给我 那倒也好 倒是省了不少事情 或许 可以免去一场沙漠 我也可以给你挪个拳 想法倒是不错 只不过 以你的身份 想要成为大下神皇 恐怕还不够格 我不够格 好哥哥 今天这场宴会 你知道是为谁准备的 我没兴趣知道 实话告诉你 这场宴会就是为你准备的 为我准备的 嗯 什么意思 你我本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享受着一样的待 可就是因为你比我早生一年 你却成为了大下神皇 而我却成了一个小小的镇北王 所以你嫉妒我 甚至是恨我 时刻想要夺走我神皇这个位 不 我不恨你 我也不嫉妒你 至于夺这个字眼 放在咱们兄弟之间 似乎有点不太合适 你应该理解为你啊 毕竟神皇之位本甘就属于我 我只是拿回属于自己应得的东西 明白了 那你想什么呢 当然是谁的拳头大 谁的势力强 谁就是神皇 哦 若是比谁的拳头大 谁的势力强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从我手中拿回神皇之位呢 楚无双啊 楚无双 你还没有看清形势吗 你还要我说的更直白一些吗 现在我控制了整个全场 你的生死也在我的一面之间 你还要说 你的拳头大 让我捋印 你为什么今天会过来 当然是我处心积虑谋划的结果 谋划 如此看来 今晚这场宴会只是一个局 一个为了让我上钩的局 楚无双 又让你猜对了 不得不说 你确实很聪明 我为了找到这个机会 足足筹谋了五年的时间 五年啊 我终于找到机会了 今夜安妙夜在郑城召开晚宴 为神皇选退 而你 恰好刚刚被退婚 只带着寥寥数人来到这里 这对于我来说是千态难逢的机会 所以我就顺水推舟 我就来到这儿了 那么看来 五年前我被害 丢失忌 不得不隐居 也是你的手笔 不错 五年前你激战四大魔军 本来是场大事 可就是因为我的偷袭 才让你跌落悬崖 本想着你啊 能死无葬身之地 我就能顺理成章地继承着 神皇之位 可没想到你的威望太强 而安妙夜对你也太过忠心 让我始终都没有找到机会 不过现在没关系了 所有的一切都在今天全部解释 你我胜负一分 原来是你 我就说以无双的身手 怎么可能会失踪 原来是你背后搞偷袭 楚天行 你可真卑鄙 卑鄙 历史是由上帝者书写的 等我杀了你们 成为神皇之后 我将成为英明神武的形象 将青史留眉鬼人敬了 而你 将没人记得 楚天行 你是在痴心妄想 是不是痴心妄想 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楚双 立刻拟定退位赵书 将神皇之位 善让给我 否则的话 我要了 你先等等 五年前我被害 是你的手 今日的宴会 也是你的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冯耀 应该是你的人 没错 冯耀确实是我的人 早在数年前 我把他安排在安妙仪身边 原本只是一枚拳体 可没想到竟发挥了 如此大的作用 楚无双 又被你猜到 你的聪明 现在让我感觉 都有点害怕 不得不说 为了神皇的位置 真是处心积虑 当然 我毕生的梦想 就是坐上这 至高无上的皇位 为此谋划 再多的时间 又能如何呢 楚无双 今晚是你最虚弱的时候 你毫无任何翻盘的机会 识相的话 就把皇位让给你 你都知道我这么聪明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会知道你设下的这个局 什么意思 我既然知道 之前是被害 今天却又坦然站在这里 难道 我就没有自己的底牌吗 不可能 今日这一切都无人知晓 哪怕是冯耀到死 也不可能知道 今天这是一场局 一切都是顺水推舟 自然而然的情 你怎么可能事先会有安排 楚无双 我知道 你除了是大下神皇之外 还是众神殿的神主 可这一切都没有意 今天这里已经被我团团围住 纵使你是真正的神 你绝不可能逃走 你就这么自信 不能随去 这里已经被我团团包围住 你纵使有翻天的手段 也改变不了结局 各位 楚无双今日 必死无疑 你等何不计案投名 归税于我 想让我们投靠你 你认真妄想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诸之 凭完不灵 安妙依 凭你一人之力 就是负于顽抗 那再加上我们众神殿呢 他是我们众神殿的神主 你敢动他 我们众神殿 绝对不会放过你 众神殿 是有点强 可等你们死了之后 众神殿必将大乱 到时候 哪还有时间来管我大下呢 各位 你们跟着楚无双 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而跟着我 我保你们罗华富贵 怎么着 想好了吗 这美王说的没错 楚无双 现在已经走投无路 继续跟着他 只会是死路一条 可何况 他已经下令要清算我们 我们何必还要跟着 这么一个昏君 这美王 我正成王家 越祥 是楚无双不仁在先 就休怪我们不义 我正成李家 越祥 反归顺者 本王 无力赏赐 正成各大世家 愿就此非顺朕美王 你不愿想 正成 方家 愿想 你也保存方家的延续 我只能这么做 楚无双 你不要怪我 真被我 您有所不知 这位方小姐 就是楚无双的前妻 我 楚无双啊 楚无双 连你前妻都已经臣服于我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到底是 多么的不得人心 你叫什么名字 方家 方清雪 方清雪 方家 等我顺利继位皇位之后 我熬你方家 成为大下 顶流世家 多谢朕美王 楚 楚 还不敢紧 说什么正情 方清雪 你果然是不知廉耻 难怪无双会抛弃你 因为你根本就配不上无双 实时物者为俊杰 我也只是顺应大事罢了 说得好 本王继位皇位 就是大事所趋 想继承皇位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还有你们 你们这些乱臣贼子 都该全部诸杀 你们这些乱臣贼子 都该全部诸杀 行了 楚双 你现在没有出路 放弃挣扎 才是你唯一的主 楚天喜 你高兴得太早了 早 如今正成各大世家都归服于我 就连你前妻也已经臣服于我 此处内外全是我的人 本王大局在握 而你好无翻身的机会 我很好奇 你哪里来的底气跟我说这句话 楚双 别再负语顽抗了 赶紧跪下求饶吧 镇北王大势所趋 继续坚持下去 是没有好下场的 楚双 赶快跪下吧 念在我们赴气场的份上 我或许 向镇北王求求情 还能饶你 方欣许 看看你那副丑陋的嘴脸 还真是将反复无常的小人 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只是愿轻事实罢了 方家归顺镇北王之后 必将前途无量 而你 不过是个阶下求伴 我们将云泥之别 你再也无法忘我相认 其实 你沦落到这个地步 是注定的 你性格刚愎自用 脾气狂妄无端 不管处在什么位置 都将惹出祸事 只是早晚罢了 如今 你沦落到这个地步 也是你咎由自取 楚双 你认识的别人 哼 方小姐说的没错 你楚双 性格张骨 无辜牵连到我正成 十七世家 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简直就是咎由自取 是你先对我们下手 我们正成各大世家 也只是为了自取 无错 都是你做事情太绝了 要不然你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 强倒众人推 树倒胡孙散 楚双 现在人人对你喊打喊杀 你还有什么翻盘的机会吗 就凭他们 这些所谓的民流 在我眼中不够土鸡瓦狗 就凭他们想击败我 还不够 是 他们确实是布置的一体 但我还有北京十万大军 就连镇南王 也等待我随时响应 镇南王 没错 我私下里已经跟他商量过 只要我杀了 他就会通报全球 推举我为 大下神皇 这该死的镇南王 是受黄恩 竟敢反叛 你给了他什么好处 他会答应推举你为神皇 也罢 临死了 让你们做个明白 我跟他说 只要我成为了大下神皇 便将南计 风 楚天行你混账 你居然敢分割大下国土 区区一个南方 分出去又怎样 等我成为了神皇 什么时候收不回来 行了 土双 我跟你说的够多了 你到底是想还是不行 现在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我掌控了全局 而你只有死路一条 毕竟咱们兄弟一场 我不想手上沾染你的鲜血 自裁吧 想让我自 楚天行 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那你就是不愿意束手就擒了 你还不配 那就休怪我了 给我上 全部斩上 楚天行你敢 本王有什么不敢 都到这个时候了 成败再次一举 上 就凭你们也想沾染大下皇位 哼 受死 有毒 你居然下了毒 本王既然敢来这儿 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我敢来吗 刚才跟你们聊天 也是为了等毒发而已 现在他们的实力实不存异 给我上 无数 你快走 神主 你身份尊贵 快离开这里 我来拖住他们 想走 你们今天一个都走不了 上 无数 无妨 他度不了我 装枪坐 是 等我一会儿捏住你脖子的时候 我希望你和你现在 一样镇定 你的对手是我 微末之力也敢阻我 可恶 若不是中文末 这边里这点实力 根本不值一提 成王败寇 这个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如果 想伤害神主 休想 陈德 回来 神主 有一件事 我一直不敢表露 其实 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能够在临死前说出来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你和镇宫相近先走 这里交给我 怕我死了 你绝对不会让他伤害到 没想到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对他如此惊喜 我看你 长相出众 不如 等我成为神皇之后 你嫁给我 届时你掌管众神殿 我掌管大下 咱们夫妻一体 统治世界 想得挺没 给力 不要力 我就杀了你 别行 好哥哥 你这是跟我求饶吗 你执意要如此 念在你我兄弟一场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束手就擒 还能留你一命 你是真疯了 还是假疯了 现在我掌控着全局 我决定着生死 我需要你给我一次机会 宠无双啊 宠无双 原本我觉得你是个人物 现在我发现 我高盼你了 竹双 不要再耍花招了 执迷不悟 就怪不得我了 神皇印 此物有镇压乾坤之力 天琪 若你再往前走一步 立刻便能天翻地覆 葬身去你 好哥哥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呢 我自然知道神皇印有扭转乾坤之力 但是得需要有人掌控他 你能掌控得了吗 你 那可一世 神皇印在大厦出现千年之久 还从未见过有人能掌控他 老子就不信 你能掌控得了他 许遂遇到 不可能 神皇印怎么可能会认主 这绝对不可能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楚天行 我持神皇印在上 你的实力发挥不出来 束手就擒吧 你手持神皇印又如何 这里全是我的人 你杀得了十个 杀得了一百个吗 给我上 你脑子还真的 怎么一点场地都没有 我既然知道这是一个局 我能没有后手准备吗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就没有发现 我的天生护卫出去 从始至终都不在这里吗 出来吧 给我把这里围起来 属下救驾来迟 还请神皇走火 来吧 是 一切都是你 提前安排好的 从你五年前陷害我 我岂能没有防备 这五年来 除了养伤之外 便是日夜观察 而今晚 这是将军就即吧 神皇就等着你冒出头来 没想到你这么急不可耐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为了这个计划 你知道我筹谋了多长时间 不可能 真正不可能 现在 你还想杀我吗 现在 你还想杀我吗 五双 神皇 我知道错了 你饶过我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五双 你饶过我吗 我再也不敢了 饶你不死 你又曾何想过饶饶我 神皇 他们 该如何处置 凡参与造反 一个不留 是 全部斩杀 一个不留 回禀神皇 楚天行手下 已全部斩杀 现在 该轮到你上路 现在 该轮到你上路了 不算 我不 神皇 我知道错了 你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真的不敢了 我求求你了 对你这种人 就该斩草出身 神皇威武 凡今日参与反派场 接打入天牢 择日问斩 是 你没事吧 神主 我没事 你刚才的话 你 不必多说 先休养身体 无双 这里的事情虽然解决了 但镇男王那边 该怎么办 我自然不会放过他 妙姨 你吃我神皇印 这一样难忘 将镇男王押入京城 若他顽固抵抗 杀无赦 是 可是无双 你每次到我这边 都是交代事情 到他那边都是温声细语的 真是区别对待 好了 你跟伤员吃什么做 先去做事吧 跟着你可真是劳碌命 走吧 看什么看 赶紧走啊 我想跟无双 说两句话 你想和他说什么呀 别忘了 是你一步一步 把神皇推走了 难道现在 还想跟他旧情复燃 真是可笑 竹双 神皇 按照您的吩咐 参与造反的楚天行手下 进阶不读 另外 郑成十七世家 连同方清雪家族 也都下狱 择日宣判 现在 郑成 已经平复 这点不错 另外 郑国将军安妙一 已经带着您的神皇印 抵达南方 这个镇男王 果然有反叛之意 不过郑国将军安妙一 已经将其镇压 现在正在肃清残余之地 想必 不日就能 班师回朝 我知道了 还有 神皇 各王公贵族 各周边蜀博 都上书 请您册封皇后 也纷纷上书 给您准备候领 这是他们准备的清单 请您过目 随侯珠 何时必 倒是好大的手笔 那神皇 您的意思是 还不是时候 再等等 对了 真的怎么样了 他现在伤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要不您亲自去看看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你来了 伤势还没彻底好 怎么就出来了 想出来透透气 有心事 哪有 五年前 你就是个小女孩 你心思我还不了解吗 说说吧 无双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当然 其实那天我说的话 是真的 我知道 你知道 我说过 我很了解你 自然包括你的遗弃 五年前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那你还不说 让我 你还笑 特意看我笑话是吧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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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的心意我知道 但是 我已经有未婚妻了 是那个叫阿妙一的女将军吗 她确实很厉害 和你也很般配 但是 无双 明明是我先来的 明明是我先遇到你的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样 其实 是她比你早 我们之间 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音 从小就生活在一起 早已经对彼此都很熟悉了 实在没办法分开 所以 真的 但是我离不开你 五年前你失踪 我一直在找你 我一直都很想你 想你都发疯 胡说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以后见不到你 我该怎么活下去 可我不能离开她 我不需要你离开她 我只需要你的爱 分给我一些就行 我想给你生一个孩子 真的 你别这样 我不管 反正我就要嫁给你 我以后也不会嫁给别人 我有我的坚持 哪怕还枯湿了 沧海丧铁 我都不会动摇 真的 我们都冷静一下 神皇 现在 打算怎么办 最难销售美人 这女子别看年纪不大 实际上 一旦打尽主意 石头牛都拿不回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有何难 一起纳入后宫就是了 瞎出主意 无双 南方已经平定 现将神皇印 完毕归赵 妙姨 辛苦你了 不辛苦 毕竟我作为你的妻子 为你排友解难也是应该的 无双 你我的婚事 什么时候定下 就在一个月后 届时 到国使臣都会送上鹤岭 你就这么跟我结婚了 那你那个小情人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啊 既然为难 不如一起收了 看你也是割舍不下的样子 她对你 也是情根深重 我若阻止 反倒成了恶人 何况她为众神殿的圣女 册封为你的皇妃 身份上 倒也不算辱墨 你不介意 这有什么好介意的 毕竟我可是正宫 就是便宜你了 无双 你能来我这里一趟吗 有些事 我想跟你聊一聊 去陪你的小情人吧 为了我心爱的人 是这点小魔法 应该不算作弊吧 不可以不可以 他是至尊神皇 我不可以这么做 真的 你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吗 是不是身体出什么状况了 没有 那就好 哎 哎 怎么了 其实我想说 哎 那这可就怪不得我了 本台特训 无双 无双原来这真的不是吗 好啊你 都结婚了 怎么 还怕我跑了吗 人家想跟你在一起吗 看来 我来的不是时候 不 你来的正是时候 老不 Europ 看来吧 刚才 乖 轰 去 优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